欢迎收看月亮的三国沙身份场教学 本期介绍的武将是 维虎作娼 孙鲁班 这个武将是原画中个人认为画风最棒的一个了 算是画师亲女儿那种吧 技能介绍 赠毁 出牌这段限一次 当你使用沙或黑色普通锦囊牌 指定唯一目标时 你可另可以成为此牌目标的另一名其他角色选择一项 一 交给你一张牌 代替你成为此牌的使用目标 二 也成为此牌的目标 二技能 交银 每当你受到男性角色造成的伤害时 你可以弃制一张装备牌 另伤害减一 在身份场中男性武将占比例还是较大的 所以说触发交银的防御收益还是不错的 好 下面就是惯例的武将介绍环节了 好 武将介绍环节 武将生平 时间 布祥 植物 吴 自大虎 相关人物 父亲是吴国大帝孙权 母亲是吴国皇后不练师 是孙鲁玉的姐姐 孙鲁班曾经嫁周瑜的儿子周寻 周寻死后改嫁全宗 因此孙鲁班又被称为全公主 相关事件 隶属之乱 孙鲁班与孙权二子孙和不睦 孙权长子孙登死后孙和被立为太子 孙鲁班向孙权进禅言废孙和太子之位 孙和被废后忧愤而死 全亲朝野 少帝孙亮即位后的第二年 即二五三年 权妃被立为皇后 权氏家族作为外戚 颇受优待 当时有五人被封决 同年诸葛克被诛杀 孙俊把持朝政 当时众人都引以为患 由于权尚之妻是孙俊的姐姐 所以唯有全公主庇护着她 更巩固了全公主的地位 在这之后就是孙鲁班 政变失败被放逐的故事了 当然这里的话不用做过多的了解 武将属性 回合内能力 孙鲁班通过赠毁的杀 可以通过回合内打出多点输出 或控制他人的手牌的一个能力 赠毁的锦囊在大多数情况下 收益都一般 具体用法会在评论区告知 回合内能力被评为二到四星 回合外能力 孙鲁班通过回合外的胶银 防御 被评为二到三星 续暴 作为明摸排白 没什么续暴能力 但是可以通过胶银保持自身的血线 保持状态 被评为三星 生存 按照八人场通常的情况下 男性武将应该是占八分之五左右 所以孙鲁班发动胶银的机会很多 防御能力算是很高了 被评为三到四星 控场 通过赠毁 可以控制其他武将的手牌结构 被评为四星 作为控场能力的话 孙鲁班还是很到位的 身份契合度 主攻 不适合 前几期也说了很多次了 四血主攻很容易被高爆发的反贼武将给平推了 而且孙鲁班的画风 好 忠臣 适合 比较万金油的一个忠臣 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保证自己的生存 拖入后期 反贼 较为适合 在反贼方的孙鲁班的话 收益算是较小了 毕竟反贼方需要一些高输出的武将 或控场辅助 能力较强的一些武将 而孙鲁班这两者能力都不是很到位 当然了 如果是冲着卡面玩的话 还是可以的 内奸 适合 作为内奸的孙鲁班 能够有效的控场 骄影也有保证自身生存的能力 如果运气好的话 还是可以拖到单挑的 配合武将 像潘神将 戒马超 丁凤这样出杀获得收益的武将 可以有效配合增毁的杀 而戒露逊 黄月英 马良 可以有效的配合 赠毁的锦囊牌 最后像二张 吴国泰这样的武将 可以保证孙鲁班的装备需求 克制武将 相对性吧 孙鲁班相对性的可以通过赠毁 克制像司马懿 夏侯敦这样的反击类武将 被克制武将 孙鲁班增毁的锦囊 赠毁的锦囊是黑色的 那想必大家应该也能想到贾大爷了 然后就是徐树 这样对锦囊无效的武将 最后就是我们的拆尖万干宁了 可以有效限制孙鲁班使用胶银 好 下面就是惯例的实战环节了 好 实战环节 本季实战环节为大家带来了一场 反贼方的孙鲁班第一视角 开局就四倍速 这里主攻选择了一个孙修 我们是一个五号位的反贼 好 其实我看一下匠面 这里邓爱暂时标中 因为是孙修和邓爱的那个配合嘛 心学可以配合一下邓爱的屯田 而且屯田是指定屯自己选择那个花色的 好继续 这里张松一手献图跳了个忠诚 赵云的话偷了一手牌 跳了一个反贼 这里邓爱不动啊 可能是一个内奸 我们回合 先一张无中生友 直接过拆主攻强势跳反 这里要说一下 刚才一开始以为说一个赠毁毒条 就直接用了 当时其实是个朱雀雨扇 结果就把新张角也连累了 这里新张角血线就很低了 好继续 将军末日 且看似图 诗人不择 乃我大汉 立国之本 不怕你哦 诗人不择 乃我大汉 立国之本 君和愁愁不前 这里左辞跳了一个反 我们这里拿闪啊 不要让刘备拿到杀 不让刘备拿到闪 因为他现在穿了一个藤甲了 这里其实可以选择一个火攻的 但是最后还是想不让刘备拿闪嘛 最后拿了一张闪 军末 新张角跳反 道事作相 皆由我控 如等都是国之栋梁 然后方 当时发现就有点有蠢了 其实 忘记了星学 是可以把那个装备牌 放到那个牌楼顶的 这首张松没有去打七啊 这里邓爱刚才跳了一个反 这时候就有点不太对了 对吧 我们回合 呃 这里的话 直接杀一刀 然后 增毁给主攻就可以了 能不能快点儿兵贵神速啊 能不能快点儿兵贵神速啊 将军莫绿 且看刺激 这里火光一手灯爱啊 灯爱直接残血 这刘备这里打着有点问题 感觉的话应该是一手九杀 杀新张角了 独处不前 只能亏是杀 千人变幻 亲历畏国 这里也佐斯一个奇色决斗 就被先死了 卧龙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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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真藏 时不仁此时 兴趣 将军莫绿 且看刺激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薄荷拆桥 这里杀了一手张角啊 结果发现都没逃 然后发现张角是一个内奸啊 通常可能是之前孙修顺他那一手嘛 然后再让忠臣对他这样 怎么说呢 把一个标凡打这样打的一个情况 导致这个内奸就跳凡了 我推偿 我通常不推荐内奸这样打呀 就算是情况再恶劣的话 你可以不帮 不帮忠臣方 就是不帮主攻方嘛 但也不要去跳凡当反贼打 这个算是路人局常见的一个现象了吗 是吧 宁可让反赢 也不让主攻方赢 这里杀张松赠毁一下 主攻是不会去给我们牌的 因为怕张松死了之后 掉手牌嘛 就掉光所有牌 这里一张射手牌羊就好了 对 这里其错一张射手牌羊 把八国阵顺了过来 他每回合一个燕珠的话 收益其实也很小 如果让他就是给了 修改兴学的话 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这把刀 赛可的博鱼运传 孙手牌羊无谢可提 好这一手的话有个九杀 直接九杀孙修然后给张松 孙修有九 这里的话到左思会合应该就游戏结束了 因为的话至少两点伤害嘛 毕竟有一个奇色在 好 这局也是比较戏剧性的又结束了 如果我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可以在 点击右上角的关注 然后投币和收藏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如果还有下期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